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6月15号,欧洲杯死亡之组,最后一场比赛,法国对德国,有人讲啊,这是欧洲杯的冠亚军的争夺战,也是10亿欧元身价,跟9亿欧元身价的两个豪门之间的对决, 这个理所当然啊,这场球啊,吸引了全球的球迷的关注,但是从场面上来看啊,可能远远不止比分,1比0这样,应该说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完爆德国队,德国战车呀,已经生锈了,已经老化了, 惨不忍睹,乐夫啊,在比赛之前,就知道自己下课了,新任主帅弗里克,还现场观看了比赛,不知道他看完比赛啊,做何感想,反正从现场的画面来看,表情严肃, 这个内心激荡澎湃,有可能想啊,为了挣这650万欧元,对吧,接手了这么一个烂摊子,怎么办啊,现在后悔,来得及吗, 放着拜人,千万欧元,年薪不正,是吧,说说吧,1比0,这个球啊,非常偶然,当然是偶然,也必然,啊,因为这场比赛,这个,法国队啊,有几个月位球,都被吹掉了,尽管说进的都很漂亮,是吧,但是没有办法,独球就是这样,月位在先,不算。 反而是这个,不该进的这个球,对吧,这个,下地传中左侧,下地传中的这一脚,也没打上部位,打到了脚尖上,啊,本来他这,这脚球呢,是想垫一下,啊,左脚的正脚背,垫一下,或者脚内侧,把这个球啊,舒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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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的,传进,对吧,啊,进区, 传给门前等待包抄的这个,这个穆巴佩,已经快速拍马杀到了,结果呢,这个球,因为不是一个常规球,啊,不是个预料当中的一个,传球,包括速度啊,角度啊, 都不一样,反而收到了神奇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这个,回撤,防守的这个,这个胡美尔斯啊,也没想到,啊,来不及转身了,年龄也大了,啊,身体, 比,坨又比较大,吨位比较大,啊,来不及处理,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球,啊,结果,这个,撞到自己身上,啊,改变方向,弹进了自家球门,哪怕是世界级的,门将,诺言,啊,也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着看这个球, 在自己眼皮的底下,进去了,啊,后面这个穆巴佩啊,也是空欢喜了一场,啊,没有等到,这个传球,啊, 就有点匪夷所思,所以高手过招之间,啊,顶尖高手过招之间,啊,往往决定胜败的,是一些偶然因素,是吧,该进的球,不进,是吧,不该球,不该进的球, 但是换回话说,呢,因为法国队全场,这个攻势如潮,啊,两翼齐飞,啊,一个本泽马,啊,是,这属于强力型的,啊,这个进攻型的,门前强点型的,这个,这个,这个,前锋,另外一个是快马,穆巴佩,啊,还有一次呢,是中场,接这个本泽马,直传球,啊,狂奔二十多, 而且呢,后启动,谁说是差了五米之遥,啊,追上了胡美尔斯,啊,这个胡美尔斯,三十大几了,啊,本身,这个,这个,这个,下半场,体力下降的,也比较厉害, 啊,批于英府,前面这两大,两大前锋,啊,后面还有一个隐形杀手,啊,格林茨曼,啊,格林茨曼,啊,格林茨曼也是,体力非常充沛,啊,我看场上是,啊,左突右奔,来回接应,乐此不疲, 在前场呢,有时候还高位,抢逼,啊,搞得这个,一时间搞得德国的后防线,啊,风声鹤唳,啊,应接不暇,所以呢,最后,啊,出现了一个乌龙球,啊,葬送了一场平局, 胜利,咱就别提了,因为本场呢,德国的这几个前锋,啊,应该是完败,啊,赛后呢,得分是最低的,啊,穆勒,是得了五点四分,其实呢,嘎那不理,嘎那不理,嘎那不理,嘎不理,我觉得整个全场,啊,踪迹全无,啊,被这个瓦拉内,啊,封的房子是死死了,啊,瓦拉内是名不虚传,啊,黄马的这个, 这个中卫啊,啊,目前身价最高的,这个球员,啊,确实是,配得上,啊,这么高的这个,这个价码,啊,但是听说黄马没给他涨工资,啊,所以他心生不满,啊,也不打算续约了,还有一年,而另外一个,啊,这个,就哈夫茨吧,啊,另外一个前锋,德国的这个,也是,啊, 好像,刚开场就领一张,红牌,啊,还有那个金米西,啊,也是一样的,所以德国队,这些巨星啊,今天发挥,嘖,非常平常,非常一般,啊,应该是风光不在,啊,反而你看这个,法国队啊,阵容齐整,啊,群星璀璨, 从前场的三明前锋,啊,包括中场的这个伯格巴,呀,啊,啊,啊,后场的瓦拉内,是吧,还有小坎特,小坎特也非常活跃,啊,跟在这个,欧冠赛场上,精彩的表现,啊,一如既往,啊,非常灵活,非常积极,啊,这个,德国队这个进攻啊,首先得过 坎特这一坎,啊,也是过不了,啊,也是过不了,全场打得非常乱,虽然说射门次数比法国还多,但是在法国的这个锐利的,啊,啊,防反面前,在法国这个强大的后卫线面前,显得办法不多,所以乐夫呢,还是一筹莫展,啊,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呢,换人,也没用,啊,最后眼睁睁的,在心率的,啊, 啊,在自己这个接班人的远皮的底下,啊,耻辱的丢了第一场比赛,啊,这配不上一场叫冠亚军争夺战,啊,从第一轮表现来看,有很多球队,啊,比比德国队的表现都要好一些,啊,包括首场的这个,这个葡萄牙队,啊,意大利队,英国队,啊,我觉得表现,从临场表现来看, 啊,啊,比德国队都不差,啊,当然希望德国队啊,下面,及时的进行调整,啊,也许呢,还会有机会,啊,对员们啊,也要那个什么,啊,这个,端正一下态度,啊,从主教练这个角度来讲,啊,要重新布阵,啊,战术, 思想啊,要进行调整,啊,还有呢,用人上,也要做一些调整,给重新配备一些,鼓励一些年轻队员,啊,进入首发,而不是去用这些老麦的,啊, 格森斯啊,什么,金米西啊,包括穆勒,啊,都有点吹吹老矣,德国的问题是风无力啊,没有来万,啊,你不是败人,对不对,啊,现在这个前场,这个穆勒,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啊,被看死了之后啊,后面,是个 但是,一个嘎那不理,几乎接不到,接不到穿球,对吧,他自己又不是一个自己 啊,可以寻找机会的这么一个前锋,是吧,属于机会主义者,门前 强点可能还有一局,这个,是吧,啊,这个,远射,但是 是在法国队的密集防守面前 也是无计可施 没有什么漏洞 反而抓住德国下半场失球之后 全线压上的露出的空档 打了几次快速反击 本泽马啊 五八配啊 都进了一个球 可惜稍微有点跃位 被吹掉了 包括法国队在禁区内 其实还有一个点球 也被漏吹了 要不然很可能是2比0 3比0 从这个临场的表现和实力来看 我觉得法国队大有希望 进入第二轮啊 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如果持续这种表现 进入四强 拿冠军都是有可能的 有姆巴佩 有本泽马 状态正佳 格林兹曼 状态也非常好 小坎特 你说吧 伯格巴 这些球员 对吧 组合在一块 足以令任何对手心惊胆战 好 这场比赛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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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